來到柏林 除了看遺跡和派對之外 有沒有想過逛街買衣服 雖然我們知道德國人的時裝不太好 但柏林是歐洲其中一個最大的購物圈 所以今集就帶大家走由大型商場 去到小街小學 分享我三個私廠的購物熱點 一返大家對柏林人的古板印象 大家好 歡迎收看廣東話說得國 為了要看看柏林是否真的一個潮流的廢墟 的關係 今集就帶大家看看我自己很想去的一個買衣服熱點 我現在就帶你們一起去 首先花一點時間坐地鐵 坐U1U2就來到這個Vetonberg Plus站 這條街出來之後 就是整條都是購物的店舖 我身後的就是Cardet Fair 德國最大 也是歐洲最大的商場 每逢半季 德國的品牌 無論是大小 都有50%至70%的購物 真是很划算 眼前這裡也有一間電器舖叫Satuan 就是德國的電器舖 最大的公司 其實英國好像也有電器舖 英國電器舖 我找到哪裏 Curries PC World 但我覺得賣一些很垃圾 我寧願Amazon自己找 歐洲的電器舖 性價比是極低的 和購物 由剛才的購物街 一直向前走 就來到這個站 在這個廣場之後 算了 就是一條非常浪漫的 鄉舍借利大盜德國版 如果是轉右的話 就是另一個商場 叫Begini Berlin 千萬不要把名字嚇壞 裡面不是全部都是賣Begini 其實是一個複合式的零售 和餐飲的購物中心 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驚喜 帶大家進去看看 我自己覺得這裡是一個挺輕鬆的山場 有點像Bangkok 曼谷那些比較新穎的山場 這裡上面有一個 Sky Garden 這裡比較瘋狂 很少人 這裡每個鐵籠都是一間店鋪 這裡最盡是三層 地下主要賣鞋 二樓主要賣一些特別的衣服 然後三樓應該是寬闊 再上一點 就是一個Sky Garden 沒錯 剛剛所說的驚喜 就是可以在商場裡面 直接看到動物園裡面的狀況 可以直接跟猴子打招呼 這個動物園還有熊貓 還有星星等等 不同的動物都有 算是柏林市中心裡面 最大的動物園 然後身後隔壁有一個25hours hotel 你看看 它簡直是在這個Bikini的商場隔壁 原本這裡是一個Food Court 但我想應該是很多店鋪都休息的關係 空靠靠靠 還是未開店鋪呢 還是未開店鋪呢 這裡全部都是很美 很多亞洲食物 有韓國菜 還有牛 Burger 還有Fish and Sushi 離開比基尼商場之後 繼續走就是我最喜歡的一條商業街 就叫做Kurverstandam 柏林人都稱這裡為Kurdam 是德國柏林最大規模的購物街 這條街進駐了很多名牌店 有Valentino Ibsen Ahorn Marco Polo 然後還有Dior 等等 除了很多國際舞台的名店之外 也有很多Local少少少的 年輕設計師的牌子 還有就是Apple Store 都不少得 穿插是這些的小行 還有很多不同的發現 其實在柏林行街 最適合就是自己踩單車 不僅如此 如果你沒有自己單車可以租 還有滑板車都可以租 連電單車和私家車都可以租 如果你沒有興趣踩單車或者開車的話 都可以坐交通工具 整條街都有它的巴士線 一直來到這個站 我們就可以見到更多不同的名店 現在我就帶你們去一個比較隱蔽少少少 然後就是比較優雅少少的地方 可以去吃HIGH TEA 我們再走進少少去到Sharlottenbach 富人區 這裏附近有很多特色的餐廳 很漂亮 走到Sharlottenbach的車站 走到Sharlottenbach的車站 你會看到橋底有一個秘密的地方 第一個 書店 這也是柏林書店的特色 沿著書店 右手邊走進去 還有很多特色的 Classic Booty Shop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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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我剛剛發現 這裏有很多童裝 還有很多婦人裝 我很少在這裏見到有男性的 通常都會是細裝 但不會有些優险 或者是很時尚的 那我自己就覺得這區 就是當是好像去了Paris 當你放鬆 過來和朋友過來輕鬆 但如果是年輕人 我想就不太適合 因為這裏的人 比較老 畫面回來 我們回來 Sharlottenbach地區 之前我也有影片介紹過 這裏其實比較適合年輕人走 所以這裏的服裝價錢 比較中等 和我們有預算的人 容易負擔得到 大家買衣服的時候 要留意他們究竟是二手店 還是一手店 我現在試的是一手衣服 不過是上一季 所以就有50% 好美 每次在付錢的時候 都覺得心情很療癒 Sharlottenbach買到衣服 又有很多特別的咖啡室 但有多好呢 我今集就不說了 如果想看的話 就看回我上一集拍的影片 眨眼來到第三個 我覺得很好行的購物圈 這裏就屬於 Alexander Plus 即是柏林迪士台附近 星期六來會有很多人 但因為今天周 星期三而已 所以就比較少人 我來這裏想買一件 T-Shirt 買一條短褲 買一套 夏天的自然衣 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 一個神秘的地方 我覺得一個Hidden Jack 現在畫面帶你來的 叫做Hosenhover 那裡面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呢 沒有什麼好買 但聖就聖在呢 可以裡面去Chill一Chill 買完東西的時候 可以坐下 又或者呢 好像我一樣 剛才買了一杯珍珠奶茶 就可以走進來 這個樹蔭裡休息一下 非常之適合在這裡 自己一個休息 自己一個清空下 就算沒有人不陪你 你自己一個都可以來 非常之適合 還有一個露燈 還有一個露燈 我發現了裡面 有很多很小間的 首飾工作室 Berlin最著名的 Tropic Light 綠燈和紅燈 因為我已經到了它的國市 這個Armptmann 其實是來自於東德的 現在東部 依然都有沿用這個 用來做交通燈的標誌 所以很多的柏林設計師 都會用它來做紀念品 在這裡還有一個劇院和電影院 叫Chameleon 很多人都在這裡打卡拍照 如果你已經走到累了 那我就帶你來這個 Harkasha Market的一個公園 可以坐下來休息一下 帶上珍珠奶茶過來 跟你說這裡還要對著博物館 還有就是黃昏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 不是開玩笑 好啦 如果你覺得今天一集的內容 好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還有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在哪裡買東西 今天一集內容如果的反應熱烈 好的話 我會考慮拍下一集 最後就是未訂閱的人記得訂閱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見 但是不用客氣 叫黏黏帶不會 有人表示 MING